这个种在家门口入门处的 是我第二棵比较大的开花的灌木 第一棵呢就是五月份开花的韩国甜香甲蜜花 像绣球一样是五月份开的很香 这个呢就是第二棵 它呢说实它也是第二棵比较大的 因为韩国甜香甲蜜花呢 开的长的高呢是三米左右 这个呢长的高度也是三米左右 宽度是一米八左右 它的名字呢就是三梅花 也叫做甲菊花 因为大家看到它开的这个小花呢小白花 就像这个橘子花 不但这个花呢像橘子花 同时呢它这个香味也很像这个橘子花的香味 这个三梅花呢原产于南部的欧洲 就是南欧 但是呢它呢还是很耐寒的 耐寒就是四道八 这个三梅花它啊英文呢通俗的名字就是啊 Mauke orange啊就像模仿橘子一样啊 在五区像多伦多这样的地方啊橘子橘子是不能在室外种的啊不耐寒啊 但是你如果喜欢这个橘子花的香味或者是茉莉花的香味啊 就可以种这个甲菊花 Mauke orange啊 它的拉丁名字就是啊 Philadelphia's coronaryus 这种甲菊花 Mauke orange呢 长速度是很快的一年 可以长两尺多高 啊它呃是可以要种在啊一天啊五个小时以上的太阳啊 就是富山到帕兽山 然后呢啊这个Mauke orange呢对我来说呢基本啊没有什么管啊 我种在这个家门口的地方主要是啊 它可以闻到它的走经过的时候可以闻到它的花香 你看它长的已经是很大了啊啊啊 每年的春天开会花以后的稍微修剪一下啊 整理一下它的形状就可以了 然后呢它啊喜欢比较湿润的土壤 但是也啊吐水吐气性要要好 啊这个Mauke orange呢 你一个是想喜欢它 想啊繁殖它呢 有三种方法啊 第一种呢就是啊 压压滋 就像我前面也介绍过啊 两种我的月季 你可以给它啊贴近地面的地方 可以可以给它们这个滋呢 给它埋在土里啊 长出根以后呢啊 再给它剪断啊 这是一种叫他们叫做laying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正常的牵擦 就是啊 就是啊 切蛋一块啊 给它擦下来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啊就是 种子啊 它开花结种子一个受粉的受粉的的话 这种子呢也是啊 可以啊 啊繁殖的啊 啊啊这种啊三美花 是我第二棵啊长得比较大的啊 开花的灌木啊 香花灌木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它开花以后呢 虽然说啊啊啊 并没有太多的特点了 实际上很多的灌木开花的 开花以后呢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啊 特别的特别的特点啊 但是这个花呢 这是很漂亮 然后花呢也很香啊 啊这种啊 甲菊花毛烤仑池啊 现在呢正轰轰烈烈的开 所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呢啊 你需要修剪 一定要开花以后 马上修剪 因为它开花呢 是在老字上开花 如果你啊 春天啊 开春或者是冬天修剪呢 就把它的花这个花包给修剪掉了 我这一棵呢 现在呢是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二下午 啊开花开了几天了 还有很多花包 我这地方太阳下午 你看现在呢 下午四五点钟啊 有一定的太阳 实际上其他的时间呢 可能太阳还不是不足啊 所以呢开花呢 有时候开花呢 并没有开的像其他的 岸甲应该开的满树都是花 但它没有 它没有 但是就开的花呢啊 一年应该是也比一年多了 因为它长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高啊 就是长得高以后 能更好地看到太阳 特别喜欢这种橘子花般的香味 好谢谢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